四隻兒兩大兩小乖乖聽著圓景說話 因為他們在路上逛大街 結果全被抓回派出所 圓景很好奇 兒到底從哪來 大兒被消防隊員拎著脖子 帶回派出所時相當不甘願 拍著翅膀不肯配合 在快樂道跑 教防學長還說他要紀念 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就暫時先把他安置在居留所裡面 凌晨四點多 民眾發現馬路上出現好大的四隻兒 趕快通報圓景 但動保處得白天才有人員接應 只好把四隻兒暫時安置在居留所過夜 据留所裡不是犯人 反倒得顧起四隻兒 經驗超特別 圓景也展開巡額起事 呼籲主人要是兒不見了 得趕快來任令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張美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 掃鈴鐺